在布農勇士名腔后 除夕附助协会 花脸区会国际附助社节 展开开幕仪式 文化展演及践行进山等活动 超过500名社员从游客中心出发后 至南岸瀑布折返全场约4公里 沿路进行进山 发挥爱山护环境运动 装冰冷带着 还有卫生纸的 还有这个糖果吧 糖果的 还有那个饮料盖 饮料盖也是这样随便乱丢 我就把它捡回来 即使是下雨 可是看到风景 又有补给站的香蕉糖果 心情非常的愉快 花蓮县共有27个除夕附助社 社员人数约有3万2000人 原住民就约占9成 除夕附助社主要是自发成立的 附助合作团体 以改善社员生活 增进社员福利 促进社区发展为目的 我们全国有326个单位社 我们严民社 104个社 也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除夕附助社 真的帮助我们偏乡人 度过很多很多的难关 虽然是小的钱存起来 可是当我们真的要用到钱的时候 当我们要用到结婚 盖房子或什么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好用 所以很轻松的还 很快乐的存 国附助社会活动也特别办理市集 邀请部落的族人 小农 展市售各类农特产品 美食及工艺 推广部落文化特色产业 颜色新闻法国人欢迎周期 采访报道